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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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那超过强谱点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外插上去的 假设强谱点在这里 如果你超过的话 它其实是外插上去的 就没有后面这一段 非线性的变化 那如果你希望它可以做到 非线性的材料的变化的话 在行为变化的话 那就要做非线性的分析 就是属于另外一个题目 那基本上 Narachem也可以做非线性的部分 它有Solution 400 然后这个球解 球解模组 基本上它就是等效于我们的 另外一个非线性球解器 叫Mark 它是把Mark的球解器的功能 拉进来 然后做使用 那如果你需要比较完整的 非线性功能 那我建议你可以去使用 我们的另外一个 非线性的 有线人的工具 叫Mark 它会对于非线性的分析 会有比较完整的资源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针对这些材料模型做一个说明 然后像MAT-1 它是一个均值等 等向性的材料模型 那它所需要的最少的材料参数呢 就是前面这三个的其中两项 通常我们都是输入一纸跟普通比 你也可以输入剪切模组 跟普通比 那只要输入这三项中的其中两项 可以透过这个公司去换出另外一项 这是MAT-1 材料的卡片 然后有这些栏位 那这是你透过那个 Quick Reference Guide 可以看到的说明 栏位的说明 我们最常用应该就是 依止 普通比跟密度 那如果你有做热硬力的分析 你可以定义热膨胀的系数 然后就是参考温度 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MAT-2 MAT-2 是给靴性能用的非等向 各项异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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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给P-Share 或者是给靴性能用的 那它的卡片格式是这样 它需要 相对来说就需要比较多的材料参数 那这种材料模型呢 通常是给复合材料做使用比较多 就是每一个叠层它有各自的材料特性 那我们每一个叠层都可以有自己的材料模型 这是MAT-2 它需要有一个材料的 这个G 算是弹性系数的举升 那各方向的 你需要透过实验去做量测得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MAT-8 它是各项异性 应该说给二维运速用的正交性材料 就是基本上它只考虑了E1跟E2 E3的部分都是忽略 就是忽略 假设它的材料特性呢 Z方向的变形跟硬力是忽略的 只考虑在面内E1跟E2的刚度 那这种材料模型 这个材料模型呢 通常也是用在复合材料上面的设定比较多 就是每一个叠层 像探线布 探线叠层 它每一个叠层它可以去做实验去拉出 0度跟90度的材料特性 那你就可以透过实验得到E1跟E2 还有它相关的剪接模数等等 所以这个MAT-8 通常是应用在复合材料上面的定义会比较多 另外一个最复杂的就是用在三维网格上面的各项异性的材料 它需要的材料参数会有很多 需要21个 是最复杂的 因为它多了一个Z 走向的维度 它需要整个这么大的一个矩阵 就是它的刚度矩阵 所以它需要这么多参数 需要这么多参数 那通常这里也都是需要做实验才有办法得到这些弹性系数 那在界面上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从Property这边来选 那这边它就有分类 Isotropic、Osotropic跟Isotropic 这边就可以选得到 那像 这边 Osotropic是给2D的 跟Isotropic是给2D的 就是这两个 那你就要迅速对应的这些弹性系数 那就是MAT-8 那就是 正交性 二维的正交性的材料 2D的Osotropic 那这个2D的Osotropic 如果是应用在复合材料上面 它还可以去给私效模型 可以去给私效模型 那这边通常是复合材料的私效理论 在我们的NarChain的界面上面有 有包含了基本的一些私效理论 我们可以考虑 复合材料的私效 那最复杂应该就是这个MAT-9 就是三维的 3D element的各项异性的材料 它需要完整的这个 刚度弹性系数的矩阵 这是材料部分 这是材料部分 那我们开一下网格的部分 在NarChain里面 它的网格的Library 就是超过50种类型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 基本上 算是0D的网格 1D的网格 2D的网格 跟3D的网格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还有像这个RichElement 那其他的 还有像Conte也是算一种Element 那其他的类型 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少用 但特殊的分析上面会用到 那这是我们常见的 NarChain的网格类型 就是从0D 然后到Scalar 就是存量的网格 到1D 2D 3D 轴对称 还有RichElement 这是我们 在NarChain常用到的网格类型 那以0D的网格的话 就是质量点 就是C1和2 就是我们也会等效的质量点 那ScalarElement 基本的就是像在C Bush 然后弹簧元素 那就是属于一个存量 存量的一个网格 那1D就是Beam 2D就是Share 3D的话就是Hexa Tetra Panda 这些网格类型 然后还有走对称 然后钢体元素 我们先看一下1D的网格 1D的网格 基本上我们常用的就是它 应该说是这两个 最常用的是CBAR跟CBIN CBAR跟CBIN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那CBAR跟CBIN 有什么差呢 CBAR算是传统的BIN ELEMENT 就是 用在它的 一个NBAR ELEMENT 它有两个节点 每个节点具有六个自由度 SYD的选择 SYD的平移 是CBAR 那CBIN它都在每个节点上面 是恐怕的 是CBAR 是CBAR